大家好,我是王狗 已經好一陣子沒見了 差不多一個多月了 因為上個月嘛,我去完泰國回來 陸續就在開始處理貓室 我回去老闆電視觀看一下 Melody啊 先跟大家說一聲抱歉啦 因為我上個月本來開始很想要認真的經營 甚至還開了會員頻道 做了就此要錄影這個系列 賣了一大多的錄影器材 對,但是突然在... 這鏡頭是不是有... 沒有 對,主要是因為這一個多月了 我都在處理貓室配樂上面的事情 也差不多要告一個段落了 但是也還沒完全結束 因為後續可能還有行銷啊 我們也要做一些宣傳的歌曲 也還是有一點點事情 但是我可以把一半的時間 拉回來到頻道上面了 蠻慶幸的 趕快來跟大家 開始分享這個 我那個時候精彩的泰國之旅 我一到那邊呢,我就去了當地 不能只局限於當地 甚至說全世界 被公認為最恐怖的博物館之一 死亡博物館 泰國的死亡博物館 裡面展出的全部都是真實實體 館內依照法醫 病理學 寄生蟲 解剖學 先使 泰國醫學 化分為六個展場 包括連體陰啊 早腰的陰兒 甚至是 罕見疾病而過世的 民眾的遺體 所以大家等一下看到的畫面 我必須說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不舒服 我看到最誇張的是 人體的神經系統 一個人的樣子 然後臉到眼珠 很像卡通你知道嗎 那剩下的我就不多說 我聊到最後再跟你們講 那就讓我帶你們一起去 泰國機場吧 GO! OKOK Wait you Wait you 掰掰 對 嗯 但我們現在在等這個 計程車 找五十二號司機 這是一個右駕的概念 剛剛 司機跟他說六百 然後打 喇叭就一直 One station 然後五百 他打給他賠喔 就打掉了 都不是騙我 都不是騙我 想到他白癡 我來泰國這麼多遍了對不對 他想試試看我們有沒有經驗 他會不會走 晚上嗎 現在就可以過來走 不然又 可以找他回憶先 好 為什麼博主呢 因為喇叭拍的就是 大陸小哥哥的風格 如果是你 你會想要到 知幽班的最後一名 還是放牛班的第一名 如果你剛踏入車稅 沒有太多預算 又想讓自己有點脂胃 那不到二十萬的價格 讓你期待 清天白日飆 不錯 好不好 我會放你的影片在裡面 我會放你的影片在裡面 中國城 猛鬼飯店 過路費我剛才給他一百了 我們想說 多給他一點溫暖的感覺 然後才會變粉 加一點給我們多藥 我才夠拿錢 超好笑的 這個人直接顧布我們的好心 華 Hotel 桌園 這就是傳說中的 金華 橙 鬧鬼酒店 這個人要過開一口給大家看 可以說是最好吃的餛飾之一耶 可以又Q彈 裡面 味道又豐富 真的很厲害 315 會不會出去了 不夠 像假的 出去了 要不要跟我們朋友來嗎 我們的舊兵來了 Jack 你先聊吧 我們在這邊 OK 他也沒有見你 他也沒有 哈哈哈哈 哇 看不到裡面 我真的有去過過河浦的時候 好帥喔 OK 我們到了 這邊 屍體博物館的入口 是醫院 他正在幫我們詢問 博物館的地址 寫了您的音樂現場 STARBOX 什麼都不行 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要問多少天 多冷 多冷 很多人 幾個物門 要三個 要三個 看看East的地方 這真的嗎? 那是豆子好餓喔 有點餓對吧 今天剛剛有看到我們到了這個Hotel Royer 當天我就是入住這個傳說中的魔鬼飯店 不過我個人覺得比較恐怖的還是我住的第二間魔鬼飯店 皇家大飯店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 到時候你們看了就知道 我會再慢慢跟你們分享 我一進去就發生了一個小事情 然後中間剛才看到我們為了這個沒有泰銖的事情 在餐廳請Jack來幫我們支援 在博物館200泰銖 然後Jack很驚慌 200泰銖? 其實事情是這樣子 Jack他家裡是泰國東地比較貧困的家庭 住在地下室 跟我們出去玩啊幹嘛的都是我們幫他出的 所以當時我跟喇叭身上沒有多餘的錢 他就會顯得比較緊張 主要是怕我們玩得不夠盡興 拍不到東西 後來我覺得也蠻可惜的是 我們本來也打算要去Jack家逛逛 帶大家看一下泰國當地的人 住家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可是因為他奶奶臥病在床 所以就比較不方便 而這部影片的後續呢 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等等會覺得害怕的話 可以先這樣遮著 然後露一點點Fore看 因為確實是有一點點的恐怖 那如果不害怕的呢 你就直接豁達打開來 然後登陸這個Surfshot VPN 跟我洗到泰國觀看吧 所以大家抱歉 等我在介紹這個Surfshot30秒 因為上一支影片我沒有到達他要的觀看量 所以我必須再補一個小隻的 就一下下就好 Surfshot VPN不會對中收集或者是分享你的個資 對於注重隱私的人來說非常安全 而且用不慣你的新手 還有30天的 退款方案 而且透過VPN連結到其他國家購物的時候 還可以享有當地的價格 就像我泰國訂飯店 我用這個Surfshot VPN去訂了 如果他在當地是比較便宜的話 那我就可以訂到比較優惠的價格 同時Surfshot VPN還會幫你打掉各種的釣魚網站 讓你上網 不會再有風險 雖然這點我不知道是怎麼做到的 聽起來跟防毒軟體有點像 但是他就是有這個功能 現在就用我的Surfshot專屬VPN連結 或者是輸入我的優惠碼 享有1.7折 以及多送三個月的使用期限 快來加入Surfshot VPN吧 呵呵 就講了一模一樣的台詞一次 我覺得不多說了 其實就不管有用Surfshot還是沒有用的 都還是一樣 跟我一起飛去泰國 看接下來的這個死亡博物館的影片吧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呢 剛剛去到一個新館 那我們現在要去找舊館 舊館 這次我們要看的動畫 果然是舊館 我們現在要參觀醫院欸 在醫院裡面欸 到醫院怎麼會知道 我們要上去了 我們要上去了 啊就是這個 對 雷探掌就上來這個樓梯 博物館整個就是一個鬼屋啊 這邊成列著很多這些醫生的 嗚呼 Jak剛剛偷笑了一下 哇 摸摸你的味道 不用 我們又買通關票 大家在看最後的恐怖片段的時候 再給我講最後的話 因為我覺得大家看完那個片段之後就會切掉了 就不會看我講這些話 影片的最後呢 我會把那些東西打上博碼 因為我蠻擔心說 嚴重的話會警告 前面有加入我會員頻道的朋友 我呢 以這一個多月以來 實在是沒有太多時間在管理這一塊 所以 覺得不好意思 我可能就會把這個 無碼的片段 釋放到那裡面給大家看 我接下來也會把這個頻道好好的經營 Follow我IG的人就會知道 我現在對於頻道這一塊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熱情 其實經歷了一段沉澱轉換期嘛 從一開始拍《都市傳說》 一階段一階段一階段的累積了各種的成就管 比如說當時我最開始拍的時候 一個禮拜的零用錢只有兩千塊 那個時候大約四年級 拍到第四部第五部影片的時候 有人觀看 第一個月 我就收入了八千多塊 剛好是我那個時候 年用錢的數量 我就覺得 哇 好開心 好有成就感 接著可能 你會有正常的月星 然後甚至突破六位數 觀眾會給你一些回饋啊 一些鼓勵你的話 影片 破百萬 甚至你在路上被人家認出來 你上了第一個節目 你簽了第一間公司 一些成就的都是階段性的 後來呢 兩年多前 我開始漸漸比較沒有在 那麼多的心情跟這個心思 在這個頻道上 主要一個很大的原因 這個有看我IG的人 應該也會有聽過了 為什麼對Youtube這個東西會失去靈魂 原因是這樣子 大家有發現到 我前面所說 Youtube這個東西 它能夠帶給一名Youtuber 成就感的來源是什麼 剛剛不外乎聽起來就是 零用錢 錢 在路上被人家認出來 你鼓勵我新的話 最大的成就感 不外乎就是這三個東西 大家的鼓勵 確實它是一種 你撫慰Youtuber心靈的一個動力 可是相對的 有時候也是會有一些負評 有一些酸民嘛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抵消掉 前兩個東西 錢跟名 這兩個確實就是 支撐Youtuber活下去的動力 而錢跟名這個東西怎麼來 對於一個Youtuber來說 就是流量 但是呢 有趣的事情就來了 流量這個東西 不是因為你拍的東西 多有深度 多有意義 你幫助到了多少人 流量就會非常的高 反而 有的時候 你拍出一些非常智障 沒有營養的東西 卻突破百萬的觀看 獲得非常多的迴響 如果你是一個有靈魂 你會想要追求 有真正的創作 或是深度的人 那可能你就會 很容易迷失在這個 作為Youtuber 追求流量的這個洪流之中 其實呢 我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所以我開始面對鏡頭 我漸漸的笑不出來 我漸漸的想要去思考說 我下一步想要呈現什麼給觀眾 我漸漸的 把我心裡面原本 會想要跟大家講的話 都藏到我的心中 因為我在這個東西 再也找不到成就感 反而它會讓我的靈魂枯萎 但是呢 就在上兩個月 因為統神 統神跟陳陳呢 他們會在玩一個遊戲 叫做Full Guys 我就會無聊的時候 吃飯 配著他看 就這樣連續看了 兩三個月 我就突然感覺到 統神這個人 他每天都開台 都在講幹話 都在打遊戲 這兩件事情 對我而言 好像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 可是呢 他卻不知不覺的 在這兩三個月以來 帶給我非常多的歡笑 撫慰了我的心靈 所以我才發現到說 其實一個作品 所謂的意義 並不是說 多有深度 可以給我帶來這種快樂的情緒 那就是它的意義存在啊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對我的頻道 感到非常大的熱情 因為我知道 可以透過我的方式 帶給你們很多的情緒 好猛喔 觀眾也有跟我講過說 因為我的一句黑暗 跑到那種地方的勇氣 讓他也得到了激勵 在他人生低潮的時候 他也覺得 我也需要像王狗一樣 鼓起勇氣 振作起來 這也其實也就是我的意義嘛 所以我明白了 我也希望大家 對於自己的 不管是行業 或是你所正在做的事情 的興趣也好 你都要知道 沒有事情是沒有意義的 任何事情 都是有意義的 只是看你要怎麼去定義它 像阿甘正傳 他也只是不停的跑 結果就成為大家 心目中那個上帝 老人與海 那位老人 他一個人划著木髮 經過了 現在的年輕漁夫們 他來到了外海 一個人在那邊欣賞風景 甚至捕到了一條大魚 不過回去遇到岸上的時候 被鯊魚吃光了 他還是什麼都沒有捕到 可是你說他沒有意義嗎 是完全不會 因為他收穫了 比任何人都還多的盡力 他得到了別人得不到的那段過程 所以大家我們一起共勉子吧 我一個人也都會喜歡 去大自然走走 去補充一下自己的能量 思考一下 在跟別人交流的時候 發現我可以更得心應手 甚至是更理解別人在想什麼 也可以釋放更多好的能量去給別人 漸漸的很快樂 我蠻喜歡這樣子的生活的 也很喜歡現在這樣子的思想的我 對於什麼事情都比較過大 好啦 那我說完了 那我們最後 就來播放一下這個 我們來釋放博物館 所拍攝下來 恐怖的片段吧 要進去 為甚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